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1974年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陵兵马俑 得以重见天日 秦兵马俑街坊真人真马制成 套用身高1.75米至1.95米 按秦军将士的形象塑造 体格睽违,体态匀称 逃马高1.5米,长2米 体型健硕,肌肉丰满 武器有青铜剑,青铜锚和弩 这众多的兵,马,将,武器,战车,御者等等 排列整齐有序,场面宏大,威风凌凌,气壮山河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 是陶勇完全是以写实手法进行塑造 武器的发饰,胡子,披带,相貌 绝无完全雷同的形象 偏偏又共同具备秦川一代人物的相貌特征 人们被这支威武雄壮的仿真军队所震撼的同时 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大多数武士勇都身着短银 脚扎裹腿,线履忌带 而且免亏束发,不戴头盔 为什么? 为什么这几千个陶勇士兵中 不但衣甲简单,而且大多没有戴头盔的呢? 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 秦汉史专家徐卫明教授给出的解释是 秦国是个崇尚武力的国度 不戴头盔可以在战场上显出英勇的气势 无惧生死压倒敌人 而且从负重角度来说 不戴头盔轻装上阵 动作迅捷更容易杀敌 也更容易获胜 是吗?真是这样吗? 兵马俑发掘后的第二年1975年 湖北云梦县税虎地四号母出土有两件目读 这两件目读上的文字 似乎是在给专家重重打脸 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发掘时 发现这两件目读放置在墓地陪葬器物箱子里的中部位置 旁边有实验、墨等文房用具 这两件目读专家分别标记为6号目读和11号目读 经过研究 专家最后证实 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家书 通讯的双方是在秦国军队当兵的弟弟金、黑夫 和在秦南郡安禄、金湖北云梦县 家里侍奉父母亲和操持整个家的哥哥中 6号目读的下部已经残缺 现长16厘米、宽2.8厘米、厚0.3厘米 正面的墨书、秦力五行 虽历史千载 字迹仍清晰可辨 大义为 金就问问哥哥中 母亲大人的身体还安好吧 家里家外要公平待人 哥哥中呢 母亲大人的身体真的还安好吧 母亲前不久随军跟黑夫弟弟在一起 身体一直很好 钱和衣服的事 希望母亲再托人送五六百的钱来 好部至少要二丈五尺 我借人家圆博的钱都花完了 家里再不送钱过来 我就要饿死了 急急急 金再多问一句 金的新媳妇和儿子愿也都还好吧 转告他尽力照顾好二老 背面也有莫书秦力武行大义为 金在外面 愿就拜托哥哥中代为管教了 不要让他去太远的地方打柴 哥哥中一定要把他管好 新这个地方被我们攻了下来 城里大都逃空了 这些原敌国的老百姓 普遍不遵守大秦的律令 请为我多烧香拜菩萨吧 如果得到的是下下签 那是因为我身在叛逆之城的缘故 别想多了 姐姐和他刚生的儿子 燕还好吧 心这个地方倒贼多 哥哥中千万不要去啊 切记切记 十一号目督 暴存完号 长23.4厘米 宽3.7厘米 厚0.25厘米 正面同样是 墨书秦吏 五行 是金和黑夫一起写给钟的信 与六号目督所述承接 大意是 二月星寺 弟弟黑夫和金再次写信 问候家里 母亲大人安好否 黑夫和金现在一起安好 前几天黑夫和金分头执行任务 今天又得相会了 黑夫补写这封信 是要黑夫的生活费 母亲要抓紧做夏天的衣服 收到信后 母亲看一下安禄私部贵不贵 不贵的话就做整套下衣 让人和钱一起带过来 如果私部太贵 那就送多点钱来就行了 黑夫在这里买布做衣服 黑夫要随军攻打淮阳了 可能要打很久 伤亡难以预料 希望母亲给黑夫的钱不要太少 收到信一定要回复 金和黑夫给家里挣下的爵位 到底颁发了没有 发了的话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 如果没送到也跟我说一声 大王说只要 背面的墨书情力六行 有一处被墨染黑 文字模糊不清 从残存文字来看大意识 有文件就不会耽搁 人家送文书来 你们别忘了说声谢谢 衣服和钱一定要送到南军 千万不要搞错 替我们问候姑姑姐姐 特别是长姑姑 再帮我们问候记须 还有阴记记 我们再跟他说的是定下来没有 住西洋里的旅阴和住别人里的严征丈人 也帮我们问候啊 金牵挂新媳妇 他和愿应该还好吧 告诉他要尽力照顾老丈人 千万不要跟人家置气 尽力就好了 这两封家书中询问家中情况 向父母亲大人请安 汇报自己在前线打仗情况等等 都让人悚然动容 但最揪人心的是 两封信都因自己在前线缺衣少钱 向家里求救告急 让人堵着不免心酸落泪 一句话 秦国士兵没有专家们想象中那样伟大 他们去前线打仗 为国家卖命 更多是被迫的 甚至打仗所需的衣物用度 都要靠家里提供 想想看这些可怜的士兵 身处乱世远离家人 每天都要直面战斗直面生死 但在军营中 衣食没有着落 要填饱肚子 还要远隔千里向家里告求 说什么他们不戴头盔 不穿衣甲是无惧生死 要从气势上压倒敌人 这有意思吗 他们分别是没有能力购买这样昂贵的战争装备啊 其他发掘的史料也描述过 从出土的竹简中我们知道 比如秦国时期一个士兵叫做喜 跟随王简将军征伐楚国 烧信给家里 要寄一些衣服来 然后再寄一些钱来 由此可以知道秦军为军饷都是义务为国家打仗 但是立功可以封关败绝 普通的秦军士兵只有粗米一盘 而有战功的士兵有金米一盘 将一盘 有大功的士兵 不仅有肉吃还有酒 还配发了代步的马和更好的武器装备 如此一切都是为了激励士兵奋勇杀敌 可以说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前 没有正经的士兵 那时候的士兵都是临时的 每一个诸侯国都养着好多士 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地 封地的老百姓 重视的土地给士纳税 有外敌入侵的时候 诸侯王让士去打仗 士回家喊自己封地的老百姓拿棒子冲 所以很多有大量土地的士经常取代诸侯王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田氏戴琪三家分镜 而当时士兵吃的是什么呢 豆子 因为那东西冲击耐恶便于携带 那时候士兵打仗 不像电视眼的一窝蜂往上冲 那时候注重阵型集团冲锋 士兵知道击鼓前进 明经收兵 打完仗就回家了 有人会问那士兵有军功了怎么办 升职吗 答案是不升 军功都是贵族的 这种情况直到秦国商鞅变法之后 颁布刑法 奖励军功 贵族无军功不再受禄 士兵才有了升迁的机会 只要是成年男子 那时候都普遍默认为是士兵 那时候可没有参军光荣这一说 挂了都没有太高的抚恤 后来各个国家发现这样的士兵建制不好用 就给老百姓划分了等级出现了军户 军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家只要是军户 那么世世代代都是当兵的 花木兰他家就是军户 他爹都参加了好几次对匈奴的大战了 年纪大了可没挂 家里还没有其他男丁 所以他爹打仗必须去 花木兰不忍心他爹送命 所以从军 当时的士兵生活总结一句话 没自由 没有身体保障 打仗都是无偿奉献的 吃不好 穿不暖 衣服只能做到军户